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线管对接的一个小技巧 相同管径的串线管在对接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呢,它有合适尺寸的对接头 但是在我们维修的过程中啊 在没有这种对接头的情况下,我们怎样处理呢? 大多数人呢,都是把两个管子对接好之后 然后呢,用绝缘胶布把它缠在一起 在应急的情况下,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 只是仅仅靠着一两层的胶布 它的抗拉能力和抗弯曲的能力都很绕 我们用手轻轻一掰呢,这个里面的电线就会露出来 其实我们对接这种线管啊,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截起一对相同直径的线管 然后呢,在它的中间给它拉开 那么这对线管呢,就可以起到一个直管接头的一个作用 我们用手指啊,用力把这个线管给它盛开 然后呢,套到线管的一侧 另一侧的线管呢,也插到这个短管中 这样呢,这个简易的接头啊,就算做成了 最后呢,我们再用胶布啊,把它缠在一起 这样连接的线管和用对接头连接的线管啊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比直接用胶布连接的对接管既结实又耐用 无论是它的抗拉能力还是抗弯曲的能力都要强很多 怎么样,是不是你又学会了一招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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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感谢观看